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7日下午 中共衛生健康委員會在記者會上說 目前病毒變異株致病力和毒力明顯減弱 全人群疫苗完全接種率超過90% 人民群眾的健康意識和健康素養明顯提升 輿論認為當局正在加大和加快防疫措施鬆綁的力度 新十條措施針對高風險區、劃分範圍、核酸對象範圍和風控時間長度 以及對核酸證明、數碼等相關規定都做了大幅度的壓縮 資深評論人士唐靖遠向本台表示 客觀上這是要求形成大幅鬆綁的局面 他分析說 如果相關的規定都能得到落實 大陸社會將會進入大致恢復基本生活和工作的狀態 放鬆的背後是白紙運動的政治壓力 和地方財政枯竭的經濟壓力等多種因素導致的 但放鬆並不代表經濟可以迅速地恢復 很多損失將是永久性的 新十條包括 除了老人和兒童機構特殊場所之外 不檢查健康碼、無症狀感染者和輕度患病者 可以在居家隔離等新規定 執行中要求糾正簡單化 一到此 不搞層層加碼 各地按要求證準落實 在同一天上午 美國駐中國大使白恩斯在Twitter發短片 提醒在中國的美國公民 要準備足夠的用水、飲用水和食物 以防被封控、無法外出採購 他強調說 現在中國的疫情狀況處於很不確定的時刻 他說 過去一、兩個星期 在中國的某些地區放鬆了檢測 但是在中國其它地方 封控還是非常嚴格 我們要看看接下來情況如何發展 但是中共官員 他們已經走到一個時間點 必須開始做出某種決定 或者開始鬆綁防疫的限制 但是我們認為 這個過程或者要好幾個月的時間 唐靖遠說 中共並沒有放棄清零 構建清零的核酸、流調 以及健康碼三大手段依然被完整保留 他說 只是新十條把清零力度減弱到接近底線 令清零事實上進入一種優眠狀態 而不是被廢除 將來需要的時候 清零隨時可以被激活 因為整個清零的機制已經運作得很成熟了 大約兩個星期之前 中國十幾個大城市 分別有幾百甚至上千的青年 發起白紙革命 抗議中共至今將近三年的極端封控 各種因素導致無數人喪失生命 百業蕭條 旅美時事評論人鄭浩昌向本台分析說 新十條放鬆的幅度比較大 但當局並沒有放棄清零 尼與病毒共存還差很遠 他並說中共沒有承認錯誤 還是將放鬆說成是成績 這個邪惡的體制根本沒有變 是因為手裡的權力受到巨大威脅 採取這種權宜之計 新十條裡規定 部分機關與大企業與特殊場所 可以按照屬地自行規定防疫措施 唐靖遠指出 這個等於是將防疫裁定權下放到基層 他強調說 由於當局保留了清零的根據地 保留了優眠的狀態 這個必然會令地方官員 在執行上會出現偏差 這種偏差可能會引起局部地區的混亂 東春季是呼吸系統傳染病高發期 隨著風控放鬆 以及疫情感染高峰到來 相關政策的混亂可能會加劇 新加坡近年獲得大量外資投入 國際金融地位已經超過香港 在2022年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數中 新加坡搶佔了香港的地位 正式登上第三名 排名僅次於紐約和倫敦 在這種情況下 新加坡政府指出 將會在科技領域加大投入 爭取在半導體等行業的領域 獲取發展軟實力的機會 目前為止 包括Google母公司 Meta等眾多科技巨頭 都將新加坡作為區域或國際總部 而台灣的聯電等企業 也在對新加坡注入資本 這幫助新加坡獲取了發展本土科技行業的契機 根據新加坡的政府數據 目前該國的晶圓產能 大約佔據全球的5% 在全球半導體設備的市場佔有率高達19% 也是在近年大量的科技人才向新加坡遷移 導致當地的產業取得大幅度提振 聯合早報指出 新加坡希望與南韓一齊 在AI等領域加強科技合作 促進兩國的交流並制定商業化的管理框架 在7日 新加坡與南韓官員共同簽訂備忘錄 建立了數碼行業的合作關係 在民間爆發的大規模白紙運動壓力下 中共堅持近三年的防疫清零政策 近日開始鬆動 各地不斷有解封消息傳出 日前一篇曝光廣州防疫放鬆真相的文章 在網絡熱傳 據悉 是廣州的體制內公務員曝光了當前 中共防疫放鬆的另一個真相 文章透露 目前各地鬆綁的最根本原因 是地方政府財政已經連一分錢都拿不出來防疫了 地方政府財政真的沒錢了 到處都是欠單 現在這篇文章已經在網易平台遭到刪除 消息一出 隨即引起外界關注 據《大紀元》報導 根據海外媒體保存的文章副本 這篇文章以作者第一人稱透露說 自己有位老同學 剛好就在廣州市海豬區擔任公職 算是最了解當地為什麼突然放開的 他說 政府財政真是一分錢都拿不出來 全部都是欠單 全部都是虧空 對於集中隔離點 這位公職人員說 能夠找到的地方全部都住滿了 酒店甚至開始向外趕人 因為之前的費用都沒給了 酒店不可能一直免費提供住宿和飲食 他們只能徵用學校做隔離點 結果被家長他們瘋狂投訴 但因為財政沒錢 他們連志願者都找不到 不得不徵用老師去做防疫工作 導致學校老師緊缺 小孩子他們不得不以連級為單位 統一在網上上課 大家想下 那麼教育的效果是差到什麼程度呢? 那麼那麼多事業單位 為什麼偏偏要徵用老師? 文章說 能夠上的早就上了 之所以徵用老師 是因為教育部門還能正常出工資 還能調動得起來 文章還提到 網上有這樣一句話 說很難想像 一座座城市動不動就搞靜默 人們不做工 不讀書 不經營 不消費 留在家裡等清零 這不就是坐食山空嗎? 更不可思議的是 有人居然說這是人民至上 人民至上不是防疫至上 不能以防疫為名 輕視民生經濟和老百姓的生活 更不能默許只有新冠是病 其他的病就無關緊要 文章說 其實人民的意見也不一止 有人要求放開的 也有人要求留在家裡的 這位工資人員認為 首先要搞清楚 放開是常態 是人人都有的權利 留在家裡是非常態 自願放棄權利可以 但不能要求別人也放棄 他還認為 廣州之所以能衝卡成功 是因為廣州經濟太重要了 今年全國統籌調劑資金 廣東上繳最多 佔比高達40% 調劑資金就是被養老金缺口 補虧空的 這樣地方政府的錢 到底去了哪裡呢? 據報是被常態化核酸檢測拖垮了 財報顯示 多家核酸檢測上市公司 今年前三季盈利雖然大增 但應收帳款也隨之暴增 甚至超過同期淨利三倍 顯示政府欠債越來越多 另外 據醫藥領域自媒體《深藍官》報道說 在這個看來好像遍地黃金之下 中國核酸檢測公司 紛紛陷入了回款拖欠門之中 報道說核酸檢測還不是大錢 更貴的是隨之投入的大量人力 根據吳東證券之前的測算 中國一個月內因為常態化核酸檢測 所需要的支出為216億元 12月7日有40個南韓市民團體 包括《CCP Out》 《孔子學院本質宣傳運動本部》 《特魯斯論壇》 《自由民主總聯盟》 以及36個加盟團體 在駐南韓中共大使館前舉行記者會 表達了對近期大範圍的 中國人反共運動的支持 據阿波羅新聞報道 這是南韓民眾舉行的第50次記者會 人們很高興地說 中國人終於站起來了 而且他們高叫著 打倒習近平、打倒共產黨 這個宣告著中國共產黨滅亡的喪鐘正在響起 他們提到 中共用不可能實現的清零防疫政策 封鎖了北京、上海等幾十個城市 將大約2億中國人民 關在收容所和家裡 將他們逼上絕路 令人無可忍的中國人 他們在全國各地奮起反抗 他們還強調 中共一直在逼害人民 而目前習近平出於恐懼 擔心出現第二次六四事件 暫時放寬了殘暴的封控 但如果中國人止暴於此 共產黨的暴政仍將繼續 聲明還提到 由於中共令國民窒息的監視和控制 超乎想像的腐敗和貧富差距 對基督教、佛教、伊斯蘭教和法輪功的殘酷迫害 令很多中國人希望逃離中國 南韓市民團體孔子學院本質宣傳運動本部的代表 韓文浩說 和自由的南韓不同 在中國高叫要民主是冒著生命危險的 但南韓是自由的 而他們想鼓勵所有仍然在堅持反抗的中國人 他說 你們並不孤獨 不要忘記 全世界熱愛自由民主主義的人民 都在為你們加油 12月8日 捷克外交部長利帕夫斯基說 位於布拉格的兩個中共秘密警察局 已經遭到關閉 在此之前 總部設在西班牙的非政府組織保護衛視 指控北京政府在國外設置了100多個非法警察局 這些機構用於以監視和騷擾海外的 像不同政見者或敏感人物 這份調查提到 中共政府在布拉格設有類似的秘密分支機構 尼泊夫斯基說 他代表捷克當局 在此週對中共大使提出了非法警察局的問題 在此之前 捷克外交部門曾多次對中共提出相關質疑 法新社報導說 面對捷克方面最新的質問 中共政府大使說 他可以保證 折克境內的相關機構已經遭到關閉 很多歐洲國家譴責 中共政府在別國境內設立未經過正式註冊的機構 上個月 荷蘭命令中共關閉境內的離岸警察局 而加拿大、愛爾蘭和德國等國 也宣布開展調查 在12月7日 意大利內政部長皮安特多西強調說 該國已經發現了北京設立的非法警察局機構 這些設施沒有經過政府授權 他說不排除因此對北京施加制裁 對我們的最大支持 再見